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擅假立冰 谋定乾坤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2019三国沙俱乐部联赛秋季赛 达到现在我们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第六轮 今天是第二个比赛日 比赛开始前我们同样是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 观看2019SL秋季赛 稍有请锁定三大直播渠道 斗鱼直播 虎牙直播 B站直播 或登陆赛事官网king.三国沙.com 高清视频 赛后视频 最新内容一网打尽 玩三国沙盘周边 登陆三国沙周边商城小程序 众多精美武将 皮肤周边通通带回家 桌游置喜间店 精美桌游周周特价 淘宝搜索店铺名称进入 更多惊喜等待着你 三国沙烙闲闲话 首沙社区三国闲话小程序 邀请您来吐槽 赏攻略 白嫖招募令 玩转精品桌游掌握一手资讯 就上桌游圈 下载桌游圈APP 即刻获得源源不断的 新鲜桌游内容 据天下英豪揽最强赛事 看王者之战SL赛事 就关注三国沙电竞微信公众号 提醒各位沙友 我们的SL秋季赛的决赛 以及我们王者之战年度总决赛 都将在今年的12月份火热开启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上违评会搜索SWACE好梦小Q屏 让你晚上睡得更安宁 好梦小Q屏助力SL选手赛出高水平 今天我们第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 分别是WCUP和坟琴 在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中 WCUP捧起我们冠军奖杯 但是在今年秋季赛的比赛当中 他们在前半程是没有发挥出 特别好的比赛的优势 所以他们的在排名中的体现 是相对来说比较靠后 但是坟琴却不一样 坟琴是可以有争贯 甚至是拿到二三名的希望 我们看到WCUP的阵容 是水母 华德文 孤独以及凤孝 孤独大神 这个还是依旧的那么帅气逼人 焦点选手数据 WCUP的孤独是击杀20 然后胜率是64.2 出场数是28 他此前的几场比赛能够出场 但是表现的不是特别的亮眼 没有发挥出他应有的一个水准 另一边是坟琴的选手 分别是牵职 小火炉 平头哥 百慧和BJC 小火炉这名选手 作为一名新人 其实我在最近几场比赛看到他的表现都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并且对于很多武将和组合都是有自己很独特的定义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平头哥的焦点选手数据是击杀数为14 胜率是58.3% 出场数是24 58.3%的胜率在我们最近几轮比赛看到的焦点选手的数据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高 因为他仅仅是刚刚超过了50%这个一半 像昨天看到的几名选手可能胜率都在60%甚至65%以上是非常恐惧的 最新的联赛积分榜 焚琴是排列在第四 是两胜一平两负的水准 积7分 但如果说他们今天能够拿下比赛胜利 他们再添3分的话 就是可以将自己的比分积分来到10分 然后可以和无双去共享二三名的位置 而WCUP积6分 他们说实话是没有出局的压力 但是就目前来说还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 所以说他们这场比赛一定要全力以赴 而我们在稍事晚间7点的时候 将迎来的是西竹路同老司机的一场对决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比赛 WCUP对阵焚琴的第一局比赛奉笑 看到BP的画面 王元基同样是直接被摁在了班位上 借章聊同样相比而言 借章聊在选手的心中可能和刘峰属于是一个品质 一个品质的武将 所以他经常被按在班位 而另一边他们能选择的武将就不是特别的多 就目前阵容而言的话 另一侧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龙队的视角 选择武将有诸葛克有夏侯氏 然后他们被搬掉的是沈沛和戒貂蝉 可以说双方第一场的上将都不是特别的昏 以至于像貂蝉以及张辽都可以上班位 而这边此前有上过一场乌鸦哥 过四的比赛 但是目前乌鸦哥好像没有得到特别好的出场发挥的机会 难道这边虎队是要上筷子兄弟和张和 但是一四位上张和确实是可以的 毕竟第一轮是可以多摸一张牌 作为一号位是不损失的 其他的像区域没有包养是不可能上 寻忧一号位也比较脆 双方上了一个寻忧和快乐快良的组合 但是可以看到龙队是夏侯士加诸葛克 夏侯士通过不断的烟雨最后给到诸葛克补齐两张牌 诸葛克等会可能是六排 八排出动 八排出动再去直接对快乐快良进行一个毒武 可能直接将其秒杀 而目前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看到寻忧是没有逃 而快乐快良的首排前三张也是没有逃 给大家介绍一下WCUP的阵容组合是诸葛克和夏侯士 而坟琴这边BJC使用的是寻忧 而快乐快乐使用者是小火炉 那第一个A直接是选择了无极 撤一手南蛮入侵 为了保一手夏侯士的杀 选择打出一张无险可击 诸葛克这个选择也是在目前来说寻忧只剩下一张手牌的时候 不可能造成太不大的威胁 所以这个无险是可以随便打的 夏侯士这边是摸到了一张桃 从我们的视角看如果想击杀快乐快良的话 只需要六张牌就可以去毒武 也就是说夏侯士如果能烟雨出一张杀OK可以 那这边烟雨重铸来了一张杀 就是两张牌完全是够烟雨补给的 那这个桃圆结义是没必要开了 这一张是有桃的 两次烟雨非常合格 作为一个合格的夏侯士 给诸葛克补齐两张牌 诸葛克再摸两张牌就OK 但是这个有点贪 这个时候尽管快乐快良给出摸的牌是没有桃 但是这一手是没必要的 你这个目前是没有说非常齐缺这一手桃 这个桃你吃掉 你不开这个桃圆结义 你打稳一点 你是要去打击杀的 现在一定要在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有漏洞 所以这个桃圆结义还是得去斟酌一下 目前而言手牌数最少的是寻优的两张 而快乐快良这边是四张牌 就看诸葛克敢不敢砸了吧 他有差有顺 他一定不会选择直接去砸 他的牌比较好 选择直接砸 但是他选择直接砸 或者是在砸二之后再打杀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两个方案都是可以击杀的 就是只要看你诸葛克敢不敢 但已经都已经砸一了 砸二应该是 砸二和砸三应该是 不会有特别多的顾虑的 毕竟我只损失的是一点体力值 选择了勒布斯鼠 非常求稳 这个也没有任何问题 毕竟选手的视角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可以看到在坟琴这一方是都没有逃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 所以他选择最后勒布斯鼠 这个非常的稳 但是他如果奉孝的诸葛克使用者奉孝 他如果赛后看一个回方视频的话 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比较懊恼的 因为寻忧这种将就是你给他越多轮次 他可能就让你生不如死的 那寻忧这回肯定是要开桃圆结议了 但是开桃圆结议这边是先 将诸葛克的曲线给压制了 我不怕你傲财 我还是怼上去杀 这个时候一定要保一下自己的队友了 我还是选择非常激进的打法 他们不怕砸 那就上演了一波护士成绩 我让你诸葛克砸我的队友无所谓 但是我一定要把我的伤害打满 这寻忧的宗旨 那现在可以看到寻忧 这边是打完了一招一发南蛮入侵之后 诸葛克是被压制到了一体力 那这个时候就更不敢轻易的砸了 寻忧一直保证自己的手牌是全场最低 所以当快一快良成为目标的时候 就是能给他补上一张牌 剑翔嘛 这个时候夏侯氏手上的两张淘汰明晃晃了呀 这个时候拆掉了一把雌雄双骨剑 然后这张决斗他应该是不会去打吧 现在他场上是没有杀 并且快一快良三排 寻忧现在不是他们的激活目标 并且寻忧手上这个人王盾 目前是比较尴尬 那现在看会不会使用铁锁连环去杀队友 还是选择直接砸 这两个方案他都是可以的 他最后换了一手牌 现在我觉得既然 下侯氏手上只有一个淘 你刚刚的时候砸和现在砸 就可能会导致诸葛克等会在寻忧开完棋测之后直接阵亡 所以那现在的砸就不够稳了 所以选择直接出杀 这个快一快良是比较惨 一摸不到淘九二摸不到闪 寻忧这手来逃了 这手来逃似乎为时已晚了 但是看寻忧是具有一大二能力的 他作为我们早期的非常全能的武将 他这边是具有非常多我们喜欢的因素 他爆发也有 防御也有 回复也有 各种能力基本上都是有一部分因素的存在 而现在但是奥才这边看到是出了一个淘 这个万箭齐发直接拿淘去打一发万箭齐发 这个棋测打出来之后就看诸葛克的奥才能不能继续顶上来 如果顶不上来的话那这边就只能进入一个一打一的局面 但夏侯氏你说想要 哇这个奥才太神了 我都以为他不会奥才出淘 但是但是这个奥才又出了 所以现在夏侯氏只要将寻忧打一点伤害 并且寻忧是通过质余补不到逃久的话 那诸葛克就是能直接把他砸死的 这手决斗直接打上去寻忧受的伤害 这个质余是补了一张闪 无所谓我弃一张牌就行 那诸葛克直接可以选择 明知道的情况下 那他现在就是唯一的不确定因素X就是寻忧第二张质余的牌 所以现在看诸葛克先上决斗 先上决斗 那出两三那无所谓了 那没出淘酒就很开心了 那第一场比赛的胜利是由VCUP获得 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其实如果诸葛克一代傲财没傲财出淘 寻忧和下方是进入一个1v1的环节 寻忧是很占优势的 而这个粉琴这边很有可能通过这场1v1拿下胜利 但是事与认为这个傲财连续傲出两张淘非常神奇 恭喜VCUP在第一场获得胜利 比分是来到了1比0 这个傲财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就像质鱼一样它有相同的意义在里面 质鱼也可能会摸到淘酒 然后傲财也可能说出不了淘出不了酒这样的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也是整个三国杀游戏的魅力就在于此 反正寻忧这一把的质鱼是没有出特别好的牌 它的关键牌都没有出出来 全是出的闪或其他的一些比较一般的牌 好双方第二场的对决这边BP开始 王允和刘峰是直接被下了 但是有孙登陆迅的组合 孙登陆迅这个组合你们不考虑去按一个吗 按掉了一个陆迅 确实孙登陆迅这个组合 在这个将尺里面属于一个偏一门的选择 就是一旦陆迅和孙登起来之后 两轮或者三轮之后 那排差就是每把可能就是45678的可能性了 所以一定是要按一手的 而龙队这边是绊掉了 看到陆迅是被按掉 那单留一手孙登就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还有对 包括这边还有王姬和陆迅 所以陆迅是一定要被按掉的 王姬陆迅这样一个像涌动机的组合 此前在很多比赛当中都是有选手会使用 就是一旦只要陆迅能够有一张单体锦囊 像顺拆决斗 包括铁锁连环都可以让陆迅直接启动 这边就是等于我一排换一排 而且是没有排差的 所以一旦起爆之后 陆迅和王姬可能会换出七八张牌都有可能 这边是办掉了李峰和沈沛 就只剩下了戒真姬和蔡文姬这个组合 你们昨天也有人上过 昨天的比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有选手使用过这样一个组合 蔡文姬起手直接两张难满 把对面压的特别惨 好现在二三号位选择的是刘峰和董允 一四号位选择的是蔡文姬 蔡文姬一号位做一个起手的压制 但是好像不太行这个手牌 三装备 然后能打的特别少 那可挂上海兵剑就是想要去打董允了 那这边就是想着我怕你董允手上有五谷风登 有无中生有 然后我先把你的牌下一下 但是他选择没有下 他选择这边直接打伤害 那就想集火直接打掉董允 毕竟流风作为一个单体技能 而董允是需要有配合才可能会更强 所以这边优先集火位是要给到董允的头上 那这边蔡文姬这样打了之后 手牌就基本上为零了 那打完之后限四调 你就是一个空手牌的状态 第二张一定会打出去的 毕竟这股钉刀流手上也没特别的作用 还不如给他伤害打满 流风手上是有一张顺手牵羊 所以这个时候看他是选择要去顺队友 还是说直接顺这个寒冰剑 但目前而言的话蔡文姬作为一个零手牌的对手 他已经对于流风和董允方式已经没有任何大的实质性的威胁 分琴这边使用的是二三号位的BGC使用流风 而小火炉使用的是董允 WakeUp的香槟使用的是蔡文姬 凤孝使用的是戒真击 选择直接顺 还是改日吧 先把你的加银码给弄过来 增强我的防御 这个时候 顺五谷封灯和南蛮入侵都是可以的 毕竟是有设宴在这 南蛮入侵 还是改日吧 先把自己改日掉 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 这个南蛮入侵由谁开似乎都一样 顺五谷封灯的话你还能优先去选一张牌 你再改日掉一个人 那你既然是想打击杀 所以优先集火蔡文姬 但是蔡文姬手上这手陈琴还是留着的 所以目前而言 但凡董允这边是能起到距离去打蔡文姬 包括戒真击手上的手牌是比较优质的 就是手牌数量是比较厚的 所以他能攒齐四花色还是问题不大的 但这个五谷封灯你说这个位置开 你灭一个 你还是得让有一个人能选到牌 所以又拿到一手拆 这手拆应该会继续选择去破坏真击的手牌 然后再和刘峰和队友进行一个秉证 然后他就能过出两手牌 所以东运的牌插就体现在这儿 秉证来了一招勒不思蜀 但这个时候你把两张红牌全部给弄走了 戒真击要落神了 戒真击落神 看两张红牌已经全部给你弄走了 看你能落几个好吧 一张无切可击 这时候开始施法了 这时候他故意在控制进度条 他没有选择无脑的去落 而是这边慢慢的去落 但落到两张 还可以 就是真击能落两张就等于是一个大英姿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要有张拆 尽管是有设宴 但是自己蔡文基队友是没有牌的 所以无所谓直接选择拆掉了手牌 然后挂上四距离的朱雀雨扇 然后直接怼上东运 那东运这边比较凄惨 就先上来是被集火了一大波 然后又被真击补足伤害 这个时候因为真击是四号位 所以这个陈琴是无所谓的 那陈琴过过牌吧 那这边千万别扔到黑红没方了 就别到时候扔完之后发现 哎东运又活了 打完之后 这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还能开一首桃园结役 就是刘峰现在六手牌满状态 看着对面俩残血的女的 他一点都不慌 但是这个桃园结役开完之后 刘峰就有点难受了 这个真击的血量已经满了 蔡文基也恢复的差不多状态了 那刘峰现在尽管是手上有一大把牌 但是牌的质量不是特别行 看到蔡文基裸摸两张闪之后 可能直接过了 确实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刘峰继续 刘峰这手牌质量 排一大堆 但是能打出的效果特别少 蔡文基还好是摸了两闪 不然又要被打一点伤害下去 勒布斯鼠给到了戒针基 戒针基手上这个桃一定要留好 就是现在可能刘峰就差一张牌 叫做诸葛莲奴 他刚刚三张杀手上 他这个杀 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现在能够扛得住 这两人的揍 你挨揍的环节 这逆有点多 但是好在蔡文基是没有距离 他尽管有戒刀杀人 他戒刀然后用逆去杀 最好是针基用逆杀 你如果给他的话 第二个末制也只能去末制 戒刀杀人是没有意义的 反而现在针基就没有距离了 即使你这个距离不管是给谁 他都是等会被刘峰给下了的 就是你这个末制是末制不出来了 末制第一个只能复制杀杀人的 你这个距离尤其只能存活一轮 我允许你存活一轮 我刘峰画牌在这了 我给你下了 但是他没有下 他现在选择就是想打击杀 所以现在下的是手牌 这个拆可以考虑去拆一下这个针基 因为他手上是被乐过的牌 他刚刚是没有动的 针基手上有万键启发 但是这个万键启发 A不A 因为一旦A了之后 那就得自己去损失一个桃 最后针基选择是直接放了 就直接扔牌过了 现在就是看蔡文基的手牌质量 就如果他能来但凡摸一张桃 他血量就能直接挥满 然后现在就开始抗揍模式 没有用逆 而是选择直接拿手牌复制的 邪人于不义 现在 朱雀与扇他一直给留着 他一直没有下 一直没有用线色下掉 但是目前来说 以刘峰的视角来看 他可能觉得击杀是身权在握 但是邪人手上还捏了一手桃 陈青又上来一手桃 那这边黑 红 眉 方 直接是花色齐全了 其实都不用用真桃去救了 那刘峰你这个逆 你现在有五个 你多一个少一个问题 真的不大 你不下这个朱雀雨扇 每回合得挨两刀 好 现在你可能连加一马都没了 所以你下不下这个朱雀雨扇 都问题不大了 又被乐 乌漏偏风连夜雨 这个时候暴音来了 这个逆开始成为 被人杀你的起因了 现在真鸡竟然把这个桃给吃了 他可能觉得我不吃也都被吓的 那无所谓了 现在基本上比赛已经结束了 现在就从我们的视频来看的话 直接无中生有 然后杀 然后再开无中再杀 基本上就结束了 刘峰 打的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下不下这个朱雀雨扇 其实问题都不大 毕竟一打二你已经撑了三轮了 从第二轮开始撑起 撑到第五轮 撑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能撑到现在 也可以说在一个一打二的时候 翻盘无望的绝望 然后加上对于自己排运的一些忌惮 包括对面陈琴 最近出了一个黑红梅芳 包括里面还有桃子 就很是尴尬 所以刘峰这个时候 其实操作也没有任何问题 他这个下不下朱雀雨扇 在当时的比赛来看的话 毕竟真鸡是能够过到过河差桥 所以加一马是要被吓掉的 但是刘峰的排运还是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点 他手牌最强的时候 刚好是七张牌一张乐三张闪两张沙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能够有把诸葛连弩的话 他三张沙打上去是完全可以带走一个人 并且进入1v1 但是话说回来 刘峰一旦和戒真鸡进入一个1v1的环境 他的过排量也是没有对面强的 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可以看到这边是把刘烟和戒关羽都按在了班位 那孙登这边没有好的配合 所以问题不大 但是这边的酱面来看 除了审配是能够说上得了台面的 其他酱好像都不大可以用 以至于好像今天几场比赛里面出的酱 上的酱都比较素 那这边有一首郭佳 有一首审配 好像其他的组合我暂时没有特别好的方案 就是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边的酱和对手的酱 现在比起来就是差距非常大 这个时候就要想着我怎么样去跟他拖 去打一个消耗战 这个时候你毕竟打爆发打不过人了 你现在只能去打一个消耗战 你这边慢慢的去看能把对面的什么拖下去 那在龙队的视角龙队的选择是王允加观屏 刚刚锁这个亮的张辽和寻优其实也是可以的 张辽寻优其实真的是可以的 毕竟两回合之后你发现这个排差就出来了 而且二三号位的位置也是相对说能够保证寻优是安全不受影响的 那这边一四号位是上了沈佩和郭佳 二三号位是张辽和王允 那沈佩这个将在一号位他就有点强了 他一上来我首先可以把自己的防具给补齐 我还能选择一手九杀 这手冠石斧你闪了我就直接扔白银和闪 还能给自己回一铁 那这个时候就甚是难受 王允直接是被打的头云目眩只剩下一体力了 就偷了一张好样的张辽 张辽现在你说去杀这个沈佩吧 不太守夜 守夜观赏剂是吗 确实是观赏剂了 沈佩受到点伤害 那烈指也是被打掉了 那目前来说 沈佩只能去寄希望于 下一回合的守夜是没有问题的 那毕竟这边联记不知道能出个什么玩意儿 联记直接青龙刀打决斗 这个时候只能寄希望于守夜了 毕竟这个过大的桃是已经被偷走了 守夜成功 但是他拿不到牌 毕竟这是一张虚拟的 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但是守夜被用过之后 你的观石斧我就可以随便拆了 那我但凡我王允是有距离 我这个仇一定要报下去的 但无奈王允现在是没有距离 那现在郭佳的回合 郭佳现在是有顺 是可以考虑把这个白银狮子顺过来 给沈佩展示回回状态 但是他想的打的比较凶 他想直接现在挂闪电 铁锁链环也重铸了 直接要去收王允的人头 但是不太行 你这个伤害打不足 现在郭佳就是想着我能不能把这个杀全给扔了 我现在的杀一张都不想要 我不想让杖料偷走 那这样的话 VCUP的优势就出来了 VCUP的王允和张辽 现在只要慢慢的去和沈佩浩 我只要首页能成功一次 你就没了 并且我们知道张辽手上是藏了一张弩的 那我即使你我当时杀够 你首页成功一次也无所谓 但首页属于失败了 这又设计了刚刚一个问题 如果小火炉的郭佳 刚刚能够去顺败印狮子 那是不是咱还能稳一轮 咱还能稍稍微微的说服一轮 那你这边打的有点贪 但是打的贪的收益也没有出来 但凡你刚刚能把王允打到一血冰死的状态 那都是比较赚的 咱现在你说郭佳去一打二不太行 就是相比于流风邓爱一打二 郭佳一打二就更难受了 但是厂上有一个关键的东西叫闪电 这个闪电看能批了谁 有天度无所谓 郭佳是不怕的 郭佳就来批我吧 我上有俩酒 我随时可以回起来 但是你被乐了兄弟 这个郭佳还盼了一个桃 非常舒服 那这个牌 是可以把对面的桃酒全部耗掉 但是被乐了就很难受 OK张辽在这直接是把雷给炸了 大卫换雷束 但是问题不大 张辽首先皮糙肉厚四体力 并且手上是有桃 所以相比于来说 WakeUp更希望这个闪电是在张辽这炸 而不是在王允那炸 在王允那炸之后 他就怎么也捞不回来了 所以目前来说 闪电炸了之后 对于WakeUp来说不是一个坏消息 反倒还是一个好消息 那现在王允只要把手上这口酒死死的捏着 我干啥我都不出这口酒 我知道你打我的时候我再喝 就行了 七宝刀出来了 这个动画也是相当的炫酷 一手火攻 那只能是看一看了 目前而言 谁也不知道郭家手上到底是什么牌 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的去动他 现在等王允的状态慢慢回起来之后 还是想强行的去打了 你打 但你这边 明着有桃的 刚刚闪电天度的牌 明着有桃 这时候去打不是一个很理智的行为 我觉得毕竟郭家你不动他 他就是一个三血摸白白 你摆在这就行了 他每和两张牌的排差 完全不可能把你的9打掉 还把你打死的 你如果先打9杀 那你就真的是太错误了 所以现在一定不要上头 千万千万不要上头 你看郭家这时候过了一手万剑齐发 万剑齐发 张辽能打闪 因为张辽不是一个激活的对象 但是王隐要吃一点伤害 但凡现在郭家手上有一张杀 那王隐就绝得冰死 所以二打一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着急 你平时还是像有张辽这种辽神 摆在这儿 你郭家聊 聊虚报 来来给我虚报 我聊就不怕 我聊直接偷 王隐这个时候就 有点上头 郭家完全可以卖的 完全可以卖 没有问题 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郭家 那我卖出来的牌质量相当的好 这完全是可以打掉的 但凡你说王隐手上能有勒 续了一手勒 或者张辽手有勒 你去这样打 我没有问题 但是你没有勒的情况下这样打 你完全想凭自己的输出去打 就有点过分了 金弓给到 但是现在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郭家能不能扛住这两轮的伤害 郭家能不能扛住这两轮的伤害 就是有点问题了 有个生一个九杀 并且还有个联技在这儿 这张杀是直接能闪避掉 看王隐 进攻完了之后自己持续体力了 王隐已经是觉醒了 这连技是没有了 目前的视角来看 郭家好像只能寄希望于藤甲了 就是他目前是没有闪和讨久的 已经被强行怼到一体力之后 那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藤甲 他是可以将王隐直接带走的 在一个1-2的过程当中 强行把自己打入一个EV1 维卡现在进入单挑环节 那我留一手加一码 让你去顺 现在好像尽管张疗手上一把的装备 还是武器 那古丁刀也有 就是没有一张能够打伤害的杀 现在郭家就是想尽快我能把状态回复起来 那这个火鲨到手了 那火鲨直接打出去不被偷走 郭家现在状态来说肯定是 要比张疗差很多 张疗来了一手火鲨 那这样火鲨也将直接终结游戏 虽然WCUP打的是相当的激进 但是他们也是有章法 慢慢的去进行一个蚕食 尽管郭家在一季当时那四张牌里面 是有非常好的 但是还是没能这样比赛的走势 进行一个逆转 最终是被一记火鲨收走了 郭家也是非常无奈 他最后是没有闪淘酒的情况下 只能去挂上藤甲 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的学名叫兽医 但是他还是得挂 他不挂也是得死 他挂了 只能说能够有一丝丝的机会 寄希望于张疗是没法裸摸到像属性鲨 他和其他的火工这样的锦囊牌 但是郭家这个时候就体现一个弱势 一个缺陷就是当郭家的队友阵亡的时候 只剩下郭家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比赛就很难进行 再按照自己的既定方略进行下去了 那对面就是可以想去打你就打你 想去不打你就不打你 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所以在选择郭家的时候一定要打顺风局 一旦逆风了之后可能就国家就难受了 任何一个不动白都是这样的 像很多时候 斗地主里面有人选中会 有人选张春华这样的就很难受 这边直接把秦密和二爷给按掉了 这边看到几个女将 无限和董白 无限董白都是可以上场的 都是有上场的能力的 刘烟和成功是直接被给灭了 那这边好像有筷子兄弟 这个武将就是一个比较神经刀的武将 似乎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拘瘦的上场率不是特别高 就是缺少像大的包养的武将 刘邪 曹瑞 刘备这样的武将都没有上场 所以没有大的包养之后 狙兽其实是一个很白的 而且现在来说能打双双的将太多了 所以狙兽一点都不吃香 这边选择上林操 但是还有一手布置 布置好像没有配合 没办法了 那就是林操和董白是坐镇14号位 23号位上了公孙渊和沈佩 公孙渊和沈佩 就都是属于那种像拆迁队系列的吧 那公孙渊我这边反正我拿你一拿你二都是可以的 现在直接上来连上了林操 丧心病狂就是要一门心思把劣直给打掉 好的那劣直没有了 那这对于沈飞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那这现在就体力值已经到一 而且这边公孙渊手上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头 现在是第四局的比赛 目前VCUP是3比0领先着 那现在凤孝使用的是林操 香槟使用的是董白 焚琴现在一上来被打一个3比0之后 可能也是由于自己本身对于游戏的一些理解 或者是自己的排运 导致就一上来之后 比分体现的不是特别尽如人意 而且现在就是指望最后一把 能够说至少扳回一城吧 你能为下半场上场的队友 有一个好的心态和发挥 那你毕竟李比斯之后 你下半场上来的队友 就已经可能会自暴自弃了 沈飞这边没有劣直 但是他的排运是打的比较的好 并且手上还是有一张拆 他选择先杀后拆 就是想把林操的关键的牌给弄掉 先拆后杀就是打伤害 先拆后杀 先杀后拆 那就是想着要去下你的关键牌 但是这两张乐不思数就过分了吧 你一上来之后 你把人林操打的残血不说 别人一回合没动 你还给人贴两个乐不思数 林操这四张牌就 拆不拆都一样了 就是因为你乐不思数之后 乐中之后是要留三的 所以这边就选择 就直接上拆懂白 但是这个乐不思数他竟然中了 中了之后 这个可以看到林操这手上的牌 是完全可以打死一个人的 有杀有难有拆 完全是可以打死一个人的 所以这个乐不思数 就是给坟琴续了一波命 现在问题就是林操只剩下一体力 他也不敢去留关键的那些 像能打输出的牌 因为一旦被公孙艺给拿走之后 就很难受了 董白这边应该选择红的了 不然董白不会 直接摸牌过的 朱雀雨 选择 选择 选择直接打 但是董白长是有一张桃 公孙艺手上可能也觉得 我通过怀疑也摸不到你们的关键牌 比你们牌都比较多 都是三张 所以我现在就没必要去怀疑了 那就留了一手 那林操拜拜了 主战乐不思数直接扭转了战局 让比赛进入另一个走势 但或者说董白现在有能力去 好像没能力了 公孙艺手上明俩逃 就虽然他没怀疑 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他手上俩逃摆在这 就沈沛还有个守夜在 所以现在比赛节奏非常的快 第五分钟的时候 林操就直接是被沈沛击杀 董白目前有诸葛连弩 但是他没法去做一个好的爆发 看这两张牌来的 完全可以拿这个 好像只能拿杀去进行连猪了 就续爆吧 你也续不下来 毕竟对面俩都能给你破坏手牌的 现在董白基本上是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了 就是这个游戏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 然后你通过这个协会的技能是能过一手 就是连猪之后能过一手牌 但这过的牌数量也是相当的可怜的 这边是开万箭七发 被反无懈了之后烈指被打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怼一个三手牌的董白吗 对三手牌的董白想把杀给怼掉 目前来说这边是决斗没出杀 打得还比较聪明的 但董白现在还没有放弃 他依旧在做最后的挣扎 虽然他知道这个挣扎也是无力回天 但是他还是想试一试 这个时候有杀 有桃 可以发动一次连猪 给过去看一下 说不定就能来一个关键的9 或者是一发南蛮入侵万箭七发类的牌 这个时候董白完全可以选择扔牌了吧 没必要去瘫这一手牌 所以扔了俩没用的装备 那董白这边也是瘫了 他选择去找审配的话是稳定的过上牌的 那现在随着这个首页的成功 董白这边已经没有牌了 就发现打着打着我这边牌没了 那这个时候再过一轮 过几董白就没了 那一人一刀 直接可以将这个小夺利带走了 公孙渊的杀是用不了的 因为他这张牌是被诅咒过的 那所以现在只能由陈佩来杀 并且只将冰凉寸段贴上去 就是一个加速比赛节奏进程的一张判定牌 判了一张闪电 公孙渊自己自己摸自己摸了杀了 那所以呢比赛就直接结束了 最后一场坟琴是通过使用公孙渊和审配 将比赛最后一局是获胜了 比分最后被锁定在了3比1 同样和我们刚开始说的也 抓不了多少 那毕竟0比4之后 你的队友可能就不太开心了 所以最后扳回一城 双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 Wakeup暂时在上半场是以3比1领先者 坟琴 而我们稍事休息之后 进入双方的下半场 我们稍后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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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办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己的 感谢观看 这边 这个时候 感谢观看 是坐验 现在就没关 但是 神奇之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我说 其他人家 就例如 好 这个 那这个时候 就肯定是 一定要把自己的 不希望 强势的强势的 好 好看 純粹的去打一个输出 这边上了戒尾炎 而宽越宽良配合上神吕布 那这个时候 宽越宽良就把自己陷入了一个被集火的对象上了 戒夏侯渊作为一个原地起爆的将 他就不是特别吃手牌 他只需要一张装备就OK了 但是戒尾炎不一样 戒尾炎是有限定剂齐谋在的 所以他的手牌是 比较吃 比较靠手牌去发挥 一旦他没有牌或者没有大的过牌之后 戒尾炎就不太能够输出了 所以先是去破坏戒尾炎的手牌 但是你这边没有距离 你没办法 你只能去打得到下火晕 但是这边直接 审时把 转换剂先用上了 让 神吕布吃到了一点伤害 那暴怒是攒够了一个 现在就是 你集火快乐快良 你还得让他去 通过剑翔摸一张牌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的 对心里让人比较个硬了 你这边动过加别人受到伤害 才会去 摸两牌 你这边就我指定你为目标 你就这边就能 摸一张牌 就比较 难受 但这边 转换了一下思路 这边选择直接三刀要怼上神吕布了 神吕布 刚刚是被队友给 建祥了一下的 所以他这边 只剩下了四体力 然后又吃了 两刀 借三刀 这边下三刀 直接怼 反正你我也不管了 几个怒就几个怒吧 还要顺一手快乐快良 那既然这样打的话 威卡普这边一定是想要去 打一个 击杀 就是想直接通过 借卫炎的一波爆发直接将他带走 就是现在我们的视角看 下那个吕布现在只剩下一个桃 并且是没有闪九 就是目前 但凡卫炎能摸一张杀 OK 可以够了 就是 目前你要去打神吕布 你一定是 有80%的把握能够把神吕布击杀掉 你才会去三刀直接垂上去 这是一个很冒险的 选择 因为你一旦打不死的话 那六个怒乃至更多怒的吕布 摆在这就很让人头疼了 那现在 这边重铸来一手火弓继续杀 吕布是掏出了 坟琴队最后的 一张桃 七个怒的吕布呀 那这个时候卫炎 都没想要开大 他没想要齐谋 他直接上火弓 这边先稳一稳 就是我这个火弓能打死你的话 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大 没必要开了啊 但是这样方片是没有的 黑 黑红 莓都是有 这边三花色齐 但就是没有方片 就我们说到的 这时候你两方片就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行为 而这边金尾炎是齐谋二 齐谋二的话就是非常的稳了 就即使我这张杀把你杀你 掏出一张淘酒把自己给救了 我还能再通过无果风筹再去找一张杀再去打你 所以这个齐谋二啊 非常非常的稳 那 同时也能宣告吕布是直接带着七个暴怒 七个暴怒就 去了 暴怒气光了呀 不要难受 谁能想到四号位的吕布啊 无体力被直接集火给打没了 现在 开无故风灯 毕竟是二打一的环节 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些关键的防御牌 也不怕你这边 拐一拐良剑翔能够 过出好的牌了 这边 我是有无懈的嘛 所以我这边 先拿我打掉你的无懈 然后让队友拿到这首桃 就是 拐一拐良现在 说能够以一敌二 而且在 阴阳转化季审时 已经是只剩下 阳面就是阴面的时候了 阳面你用过了 只剩下阴面的这一面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去打伤害的 它只能在 被人打伤害之后才能去使用 就是说目前 只要 wake up这边稳两手 这个拐一拐良是不会 有特别大的作用得到体现的 双方尽量尽可能的现在 拐一拐良是希望对手能去打他 然后自己的技能有一个转换 然后wake up是尽可能的想拖几个轮次 毕竟 你每回合两 过牌的 白板 那我这边是 不具备不惧怕你任何的 也是没有 快快量是没有具备说能够 一敌二的能力 在这个时候 这边只能 慢慢的去 通过杀 去消耗一下 夏侯渊 夏侯渊这边也不着急啊 也慢慢慢慢的打就行了 在这个时候 快一快量 开始挨揍了 那这个时候 可以 给他一张闪 就这个伤害吃 吃 wake up一定是不知道 快一可能的手牌 所以这个时候 选择要 直接 夏侯渊跳一 吃了之后给他一个闪 闪是 扔不掉的 扔不掉我这边就能 补牌了 这个转化剂 一旦转到 扬面的时候 那等会又能通过主动的给牌打伤害了 夏侯渊既然选择了动一 那就一定会神速二 就是这个时候 神速一和神速二一定是绑定的 神速三是要考虑 就是当我打不死你的时候 神速三是不会出来的 因为这个 翻面的 副收益太高了 那这个时候 上头 兄弟 是不是要上头了 看一下 这边 神速三在思考 他现在看到只剩下一体力的 快乐快良 我觉得应该 最后没有上头 如果是我一定会上头的 你毕竟 现在只要一体力了 那我这边打不死你 你这边还能通过 省时能够把牌补到四张 这个时候就比较伤了 就是你不动快快良 快快良就是一个白板 你动了他 他就能有大的过牌 那这个时候 但凡 快快良的牌运稍微能好上那么一点点 好上那么一点点 夏侯渊可能就要去了 但这个时候 能够去 进行的 常规操作只能去杀一刀 这是比较伤的 没有特别大的 输出能够 去把夏侯渊 打到冰死或者是直接进行击杀 杀 只能去杀 你给过去的闪你也是知道的 你给别人 省时送的闪 最后血量又给撑回来 这两个桃吃完 那这就是说 Wakeup在刚刚上一轮的一系列操作 得到的收益就是 打掉了快一快良的两张桃 那就通过剑响给 谢卫妍让他是 受到点伤害 就是一旦你把快一快良的 这个 阴阳转化剂省时给打回 阳面的话 那就是可以主动的去让你掉血了 这个时候再去打他 夏侯渊是可以三刀 包括 魏妍是能补齐一点伤害就是四点伤害 四点伤害这边 就是完完全全不能卖 快一快良一旦卖的话 就没了 你卖了之后你这张闪一定是要给出去的 给出去之后你就是一个太堵的成分太高了 但是目前来讲 吃四点伤害也是吃不起的 就只能通过说剑响能够给自己扶上关键的回复牌 其实刚刚是可以在 没出闪之前是能卖卖完之后通过审时给自己补齐四张 你补齐四张和你剑响补出来的牌 这个基数是差的太多的 一个是补一一个是补四 那这个时候夏侯渊是翻面了 他一定是认为自己能够 把伤害打满的 那现在也能再通过审时把这张决斗给给出去 我就给出去 因为他是翻面了 所以不怕他这个决斗能够及时 对自己造成伤害 漂亮 这边审时是直接来了一闪一九 并且是有杀的 但是问题就是魏延死亡有俩头 魏延俩头 魏延一定会吃起来 魏延一定会吃起来 不会说俩头全部留给夏侯渊的 这边打得有点太冒进了 这个决斗打出去 不是这个决斗给出去之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现在考虑的问题是能不能先把魏延给偷掉 然后留 单 夏侯渊翻面 在这儿 我给你再耗两轮 但是看到魏延的手牌虽然是没有闪呀 但是是有 无限的 短时间内 这一个 快乐快乐 在这一轮是没法直接将魏延带走 谋谢可击 那有决斗有杀 但是对面还有一手桃 就是比较尴尬的 就是魏延 刚刚直接拿 桃去 当那个 冠师傅砸的牌 就是 可能还是 觉得自己手上桃比较多吧 但是现在就是 差那么一点点 就现在 但凡 快乐快乐能来一手A 那就不一样了 并且现在 省时的技能现在是正面的 因为刚刚是 吃伤害之后 把反面给用掉 转回正面了 转回正面之后 可以给牌掉血 这个时候 牌序可能有点小问题了 刚刚要是先 通过省时的话 现在就不至于打得这么惨了 这个闪一定要留 一定要留 一定不能给 一定要留 魏延即使有杀 他也 没有冠师傅能砸的牌 有杀他也没有冠师傅能砸牌 但是他这边想顺决斗 这个就 转化下思维 没有选择直接杀 把决斗给顺过来 那这就很漂亮了 最后因果报应 有因必有果 这个决斗是你给出去的 最后又 打到自己的头上了 所以 快乐快良在 这场的比赛当中 是有一点 小小的 瑕疵 VCUP 在 通过了 13分钟的对局之后 是将快乐快良击杀 拿下了这场 关键比赛的胜利 比分数来到了5 比2 所以说 VCUP现在已经是 拿到了3分 并且他们能够 在积分榜上 再向上 进一步 所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我们如果说 复盘这场比赛的话 快乐快良有好几次 就像刚刚在最后一次 对胃炎的一次 总攻上面 他完全是可以考虑 先去 去做一个 审时 但是他手上的牌不太行 因为是张闪 审时给过去之后 即使能造成伤害 但是你的杀的伤害 就补不上了 所以快乐快良这边 这个武将 就是非常有意思 他的阴阳转化剂 并且他此前 有好几次 都是有 能够说 有好的去翻盘 就比如说刚刚他那个闪 完全是可以先给到 夏侯渊 而不是说给决斗 因为你给决斗之后给过去 那这个决斗 他迟早是要被夏侯渊 给打出来的 最后也是因为这一手决斗 直接变成了 让自己阵亡的 关键的牌 好 双方第八场比赛 也是最后一场比赛 王元基又被办了 这不是什么新闻了 王元基不被办 那才叫新闻 王元基刘峰被按掉 那这边还剩下 蔡文基 14号位 蔡文基在1号位打一个先手的压制 也是可以的 而另一侧扳调的将是有貂蝉和刘烟 这边扳完之后 好像就没有什么能上的了 刘烟貂蝉已经是他们 能够最 优质的选择了 蔡文基是23号位的选择 23号位 23号位的选择有诸葛克 诸葛克选3号位直接去对4号位进行一个赌5 也是可以的 他王基这种打击感特别强的武将在比赛里面只是上不了场 这边是亮了一手孙权 孙权配甘宁吗 孙权配沈沛吗 孙权 能配的将 不是特别好选 现在就是比较纠结 孙权这种是属于独一挡的 孙权最后配了个徐楚 1号位的徐楚 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对面是没有闪 现在他的距离只能打得到诸葛克 借口机 吴正成有开出来开了一手决斗啊 就目前来说你这个时候你的杀是没法造成直接上带着决斗是可以的 先开万剑先开万剑把闪清一清 看奥财能不能奥出一如反闪 三手牌的诸葛克现在手上是有9 就是 现在集火蔡文姬不是很明智 因为 蔡文姬是能够陈琴给到诸葛克 你一旦是集火诸葛克之后 那就是好打多了 但是吧诸葛克手上是有一张9的 并且这个闪他是留了啊 手牌留闪他没有闪这个万剑齐发 就是要闪 裸伊的这一刀 9 这个9杀 9杀打上去 9杀打上去那就是中计了呀 那诸葛克刚刚卖了一手 并且第二回合的这个时候都没有直接傲财了 知道傲财没有不浪费时间 这个决斗打不打呢 你就尴尬了吧 那我觉得先打决斗啊 能把伤害尽可能的转化出来 那是比较好的 那取储也可能会忌惮说你傲财的两张牌没有闪 那可能是不是有杀 所以这个决斗也是没有选择打 那吴中生有加两把诸葛连弩 这个时候诸葛克的手牌是比较爆炸的啊 就两把诸葛连弩摆在这 但是补不上伤害也是比较难受的 同时能拥有两把诸葛连弩 但是他们没法达成一个羁绊 这个时候砸也不太行啊 你这个砸四排换一血 给自己留一手闪 可以能接受吧 不然这个牌也是得扔掉的 就是你不砸他也得扔 反正你最后你也只能留两张牌 你留俩牌和留一牌差不多 这个时候我就看蔡文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 对许楚有一个好的压制 知道你这边是顺手牵羊 这个决斗不是是个位置牌 决斗是吴中生有开出来的 并不是裸一亮出来的 所以这个顺手牵羊 是一定是优先打 因为打不了击杀的时候 先破坏手牌也是好的 那等会儿末制的第一次 是能够复制顺手牵羊去顺孙玄的 那现在来说 他还得吃一张杀 吃一张南蛮入侵 并且复制完之后 再能复制一个决斗出来 就是说目前 许楚是可能面临着死亡的 因为一旦这个末制一的顺手牵羊 把这个桃给弄走了 那这边就比较难受 所以现在这个南蛮入侵会不会打 因为打完之后 有个副收益就是朱格克得吃 所以他就没有选择去打 没有选择去打这边 可能算是秋吻 但是可能会导致没法击杀掉许楚 这边陈晴没必要放 因为是三号尾 四号尾这边还动一动的 他说是这个南蛮入侵 他一旦铁了头之后 把两边军打出来 那这个时候许楚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但是这个时候又给许楚留了一轮机会 这个时候你说孙权的杀 他不可能去闪了 因为毕竟这个许楚摆那么大一个壮汉摆在这 这个闪留一手 的话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命 这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先留一留 许楚刚刚出了决斗 这会应该不会太能出决斗了 并且 WakeUp这一方 淘的储备已经刚刚耗掉了 就是目前场上是不存在有淘 除了诸葛克能傲财之外 这个时候刚刚攒的那一手闪用出来了 推演时局的能力 就是我知道你这个许楚断杀的概率不太高 那我这个闪留一留 我至少是能够把两点的伤害转化为一点 裸一刚刚裸出来的 还是得去杀 把他给耗掉 诸葛克现在是可以选择 把他把许楚给砸死 那进入一个1v1的环节 因为他现在手上是没有闪的 就是我没有闪 我随时可能会死 但是我现在我可以在自己的回合内 我做一个选择 我通过赌武 我把许楚带走 我死前我拉个垫背的 但是吧 诸葛克还是寄希望于傲财 所以这边没有选择赌武去杀 然后孙权拿了一个大的制衡 但制衡出了三张四张闪 就这个制衡 这个玩的牌更不太行了 然后许楚这边裸出了桃 就比较纠结了 就这个时候裸的桃 给自己来个短暂的回复 那也还可以 我认为吧 你诸葛克不去直接砸许楚带走他 可能就是忌惮于我队友蔡文基 没法和孙权进行1v1的单挑 那这个时候这个南蛮入侵 就成为了胜负首关键的一张牌 刚刚蔡文基南蛮入侵是留了 是为了保住队友的命 这个时候完完全是可以打出去了 并且这个许楚是要被带走了 诸葛克一杀带走了许楚 如果现在诸葛克始皇牌 稍微再好那么一点点 他是甚至可以直接独舞带走孙权的 就这个陈琴如果能换出一张无中生友 那就故事就将改写了 这个时候许楚被带走了 带走之后就是孙权面临着1打2 就这个时候诸葛克通过自己的一个运营 是强行将比赛没有拉回到1v1 而是给带到了2打1 并且文基这个时候有一波很强的爆发 因为他刚刚是被乐过的 被乐过之后手上留了一大把的好牌 顺杀顺杀 然后通过一个冰凉寸断 还是能够对孙权进行一次克制 这个时候 几刀杀人就没用了 那就可以通过技能复制并且粘贴 复制顺 然后再复制一张杀 这个时候孙权就被 刚刚还是4排 现在被打的就只剩下一排或者没排了 这个时候 将上冰凉寸断贴在这 就是说他这个回合 只能通过制衡减一码来博取最后一点希望 无中生有 开一手南蛮入侵 这个时候 先淡定一下 淡定淡定 这个时候南蛮入侵开出去之后 是可以改变整个走势的 似乎不太行 蔡文基手上是有名着的杀 就是他即使卖 这个时候肯定会出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视角看 他即使卖了 他这个南蛮入侵不出杀 这个杀留着等会复制两次 也是可以的 那诸葛克现在时候没什么好的牌 只能开开五谷过日子 开出了九和桃 那也就是说现在 只要 分擎这边把九和桃都给拿走 诸葛克是可以选择直接砸的 可以选择直接砸 面对一个凉血的孙权 你这边没有必要跟他客气 金戈铁马力战循 直接砸 那发现诸葛克砸完之后 对手先死了 我还不用享受赌武的副收益 那最后 粉琴是顽强的将比分又扳回一城 但是不影响我们这一轮 整个大场次的走势 因为这边最后的比分是定格在了5比3 VCUP是获得了这一轮比赛的胜利 而粉琴尽管是输掉了比赛 但是他们的在积分上的体现 依旧说他们是可以去 有能力去突破 再往上一层 最后还有最后一轮的比赛 他们还可以再突破一个等级 再往上走 我们等会可以看一下实时的积分榜 这边VCUP这场比赛赢下来之后 他们是已经完完全全完成了保级的任务 他们今年尽管是作为我们春季赛的冠军 然后这边保证自己能够在这今年的秋季赛里面不被直接淘汰掉 然后他们甚至有能力在最后一轮第七轮的比赛当中再次延续自己优良的传统 然后再往上爬一个等级 因为毕竟我们季后赛的规则是能名次越高 你就可以在季后赛的比赛里面少打一轮或者少打两轮 而我们在今天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在晚间在19点将迎来的是老司机对阵西竹路的比赛 而这场比赛的看点就是老司机能否在这一轮直接将秋季赛的冠军锁定在手中 并且直接锁定季后赛的一个直接晋级决赛的席位 在我们稍微晚一点的时候 同样也可以大家锁定我们的三大直播间 斗鱼直播 Bilibili B站直播 以及我们虎牙的直播 三大直播间 三大官方赛事网站 都可以在可以大家锁定我们的直播 并且可以登录我们赛事官网 king.三国沙.com了解最新的资讯 以及实时的比分 实时的录像 精彩的回放 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赛事官网收看 同时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 也可以在我们弹幕直播间发送弹幕 和我们互动 有机会抽取精美的皮肤 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看一下第一场比赛的MVP会花落谁家 给到了孤独 孤独在上半场登场 并且是拿到了50%的胜率 是4比2 4比2这边 孤独是下半场登场的 下半场登场是打成了2比2平 那这边是4次击杀 两次阵亡 而且是已经获得了我们两次MVP 那这本轮可以说孤独状态 同样不是特别的像我们夏季赛决赛的时候 那样的火热 但是他这边同样 也就是我们值得重点去关注的一名MVP选手 我们最新的实时积分榜出来了 这边老司机同样是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 积13分 而今天打完比赛的VCUP 是积分来到了9分 名次是进到了第三位 而盗墓笔记今天输掉了比赛之后 是这边排名第4 同样是基9分 但是这个时候胜场方面 我们在稍后会进行一个实时的更新 坟琴和游领是分裂5到7 然后西竹路和纵横是7到8 而现在就是纵横能否 今年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保住自己前7名的位置 能够有机会进入我们的季后赛 就看他最后一轮 同时如果说今天西竹路能够完成狙击 把老司机斩于马下 并且拿到这个三分之后 那纵横俱乐部就直接是提前一轮 要被淘汰了 所以今天最后一场比赛 不仅是关乎到老司机 能否提前一轮锁定我们的冠军 同时也关乎到纵横 能否在最后一轮有机会 保住自己季后赛的一个席位 好 我们今天第一场比赛 就给大家直播到这儿 在稍后我们7点为大家带来老司机对阵西竹路的比赛 我们稍后见